土库天主堂开教于1923年的4月 今年刚好建满100周年 为了迎接这个值得庆贺的伟大日子 土库中华训道圣人堂的教友们 选定7月9号中华训道诸圣节 以信仰见证大会作为100周年庆活动的开幕礼 见证大会开始 由土库堂谢辉红弟兄 搭配会场中时光隧道所展示的珍贵老照片 带大家一起回顾土库堂一路走过的百年历史 随后的信仰见证者 依序为陈一芬姐妹 吴百华姐妹 庄熟兰姐妹 出自肺腑的分享 感动了在场的每位教友及社区朋友们 信仰见证结束之后 蒲英雄主教颁发教区祝福状给信仰见证者 并称许大家勇敢为主做见证 我们在土库的中华训道圣人堂的百年堂庆 接着浮英雄主教说道 土库堂开教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所有人前不后继的投入扶船工作 才能为土库堂打下稳固的基础 而原来附属在土库堂的幼稚园 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2002年转型成为照顾弱小兄弟姐妹的 华盛企能发展中心 后来扩大服务筹建华盛家园 全天候收容照顾六十多位小兄弟姐妹 将爱德的精神付诸于实际的行动 见证大会一结束之后 感恩圣祭在下午四点准时举行 由浮英雄主教主理 黄敏正主教 马方济神父 赵永吉秘书长等十九位神父共济 可以神神之名 敬不至神教会 是不是要称呼可敬的 英雄主教 所有的训告 圣人圣人圣人都不是英雄 我做个礼貌 受伤 脑袋都昏昏的 当时有谁会知道 三年后我当属教 不可能的 真的不可能的 土库堂正是台南教区黄敏正主教母亲的母堂 因此黄主教专程前来参与圣会 弥撒讲道时 黄敏正主教还提起了 三年前坐着轮椅来土库堂参加四旧 吴忠元副主教敬夺四十五周年 但是没想到三年之后 竟然以主教的身份 见不如飞地踏进圣堂 他也勉励大家要努力地成行主旨 天主会有意想不到的带领 天主承认他 这有生活 你们拒绝罪恶吗 当天浦英雄主教还亲自为两位成人目道者 两位小朋友受洗 以及师父兼正圣事 在弥撒即将结束前 浦英雄主教颁发教宗降服状 给土库堂的神父以及全体的教友 由本堂神父马方济代表领寿 浦英雄主教也赠送 刚在去年八月十四号加冕的圣母太相 给黄敏正主教 同样也是出身于土库镇的云林县张立善县长 特别前来土库天主堂表示功课 张县长强调不仅宗教 他从政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众人 最后浦英雄主教带领大家 向中华圣人圣像行礼致敬之后 整个圣会圆满结束 全体稀有向中华迅道顺了之圣像 行杀鞠躬领 鞠躬 再鞠躬 杀鞠躬 鞠躬 简直到